哈喽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百个live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景龙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么现在呢 距离我们的投票日已经是非常非常靠近了 那么在竞选期的最后阶段 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一位来自于东马的候选人 和大家来去谈一谈他的证件和想法的 我们来欢迎来自于明星党在亚币的国协候选人杨延音 哈喽Amanda 哈喽 景龙你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今天很开心 然后可以邀请到Amanda和大家去说几句话 因为我们可能在西马的部分的话 比较少会去关注到在东马的情况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跟Amanda来聊一聊你的一些想法跟证件的 首先我们可以跟大家来稍微介绍一下Amanda 因为Amanda她年纪非常的轻 是29岁 然后是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 然后有等等一些研究员的经历 首先可不可以先请Amanda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Amanda 我其实就是我的本科是经济与金融专业 那时候是在伦敦经济大学就读 然后不是伦敦经济学院其实 然后就是我的master就是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读国际关系 然后我其实就是在2017年年尾我毕业以后 我就决定回马来西亚发展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对永续发展和公共政策都有兴趣 所以我就一开始我是在沙巴亚比发展的 那个时候我就有机会成为沙巴卫生级人民扶持部长 还有沙巴青年级体育部长的级要秘书 然后在沙巴州政府两年过后 我就到吉隆坡就是做公共政策研究员 然后前两年我都是研究社会经济议题 还有沙巴沙拉越议题 然后现在就以不同的身份来见大家 就是我现在是以明星打亚比 国会议席候选人的身份来和大家见面 了解虽然是年纪轻轻 但是呢你过往都有一些在政坛的一些经历 然后也是有一些服务的一些经验 不过我好奇的是 因为根据你的自我介绍在你的社交媒体上 你自称是小辣椒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称号呢 其实那个就是说因为他们觉得我很小资 然后就是很像有时候要看到我 又好像不是很显眼 然后他们就觉得有这个小辣椒的这个称号 就让我就是可能有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嗯OK 是有特别想要说在哪一些的议题上去 更勇于发生的吗 就是既然是小辣椒嘛 然后可能大家会有希望说 可能可以更加的勇敢的去为人民来发生 如果是哪一些课题是你比较关注的呢 嗯 其实基本上我的主题是经济课题 因为就是说现在很像沙巴亚比这里 它的生活开销是来的比西马贵 然后又工资低 所以其实这一方面是我最注重的一块 可是我其实我在这一次的竞选 我有就是4E来呈现 这个就是4E重启计划 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经济就economy 第二个就是那个employment就业 第三个是education就是教育 第四个是environment就是环境 然后其实沙巴它也是很缺乏就业机会 也缺乏就是 就是可能升大学的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沙巴亚比 现在就是好像利都啊 还是河神远啊 甚至里卡莎 就在我选区这边 它就是很多水灾 然后就让那些住在低洼地区的亚比市民 他们很常就是不只面对食物价钱高 然后他们又要面对水灾损失 所以就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是会更少 然后他们现在这样子通货膨胀的情况 他们就是还是要借贷来去生存的 不然他们是很难生存 了解 因为我有发现到说Amanda 你之前是做这个研究分析员嘛 那么一定是有做一些研究 或者是一些观察 那么根据你的观察的话 因为你毕竟这一次是在亚比来去上证 那么在亚比当地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是必须要现在马上去解决的 其实现在就是经济课题 我觉得这个是要先解决的 但是就是说如果很像水灾方面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迫切的 但是除了水灾 我觉得那个公共交通系统 这个也是很重要 因为KK现在其实是越来越塞车的状态 然后如果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公共巴士系统 连接整个亚比市 其实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现在其实KK它在那个 这个印马过的那个购物中心隔壁 有一个叫KK Central 那个KK Central 照理我来说它是打来接溃那种巴士 环绕整个KK城市 可是就这一个就是建筑物它们很善于利用 所以就变到它好像就是有一点空缺的那个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巴士 然后提供更多巴士 还提供更多的巴士 然后那个巴士的那个就是到达时间就是 只45分钟的得待时间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亚比的车流量 然后那个低收入群体 它们就可以就是不需要再驾车 然后它们可以搭巴士 就环绕整个亚比市 OK刚才这样停下来的话 就有这样的一个四一的一个提案 然后也是比较注重的是水灾啦 还有这个公交系统的问题 这样停下来 不过我就好奇了 因为这一次在亚比 你的金人对手是蛮强的 而且你是有五角战嘛 那么在你看来 你觉得说你自己本身的优势 或者是强项是什么 如果相较于你的对手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因为我一路以来 我都是做民生课题有关的事情 然后就我前两年都是研究不同的 就是社会议题啊 甚至沙巴沙拉威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跟它们比起来的话 我可以提供更良好的政策 然后其实就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就是政府跟非营利组织甚至私人界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模式 这样子才可以让就是沙巴州甚至亚比斯这边就是更发展了 因为如果只是靠政府的话 政府有时拨款有限 然后就很难做改做的事情 了解 不过你的对手的话 其实他们在政台上也是有一定的资历了 那么会不会担心说 他们这些有蛮丰富经验的对手 可能很容易就会超越你这样的一个担心在呢 其实我就觉得还好啦 因为就是说很像我就是在亚比这边 我看到的东西就是 其实这五年以来亚比对我来讲 它没有什么变化 它只是物价越来越高 然后就越机会可能会比较少 就是因为疫情还有那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然后就是还有很常水灾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越来越多的问题 让我觉得其实就是我有信心可以把亚比变成更低局的城市 因为亚比其实如果有一天可以像激动波这样 就是成为一个国际城市 就是让那些外国人就是来到沙巴亚比这边 就是旅游还是做一些 就是可能商业交流都好 其实都很不错的 因为其实KK它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做SICC 就是沙巴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然后它刚好就是在亚比的市中心 就是它那一个地方也是很大 就是你可以做很大型的export 然后如果说那种外国人还是西马人 他们来沙巴的话 其实他们参与了export几天过后 他们也可以享受当地的海鲜 然后当地的海 然后当地的岛这样子 还是当地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就是把这个SICC 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更吸引的话 其实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让沙巴亚比赛发展的机会 但是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就是没有看到这么多的机会在KPK 了解可以看到刚才Amanda是跟大家去形容了她理想当中在亚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希望说如果她可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可以跟大家来去实现这个目标的 不过当然很多人就会拿你的这个年纪来去说话 觉得说你是一个正谈新人 然后你年纪轻轻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你觉得说年纪轻对你而言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帮助 还是反而是大家会给你的一种标签觉得说 比较难信任 你觉得呢 其实可能我的样子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不像就是29岁 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可能大学毕业刚出来 因为可能我是比较小子 然后我样子又好像比较小的感觉 所以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可能就是很难去升任国会议员的工作 可是我想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建议政策的能力 然后就是看整个就是那种局面 就是那种城市规划的那一些能力 因为我觉得就是以我之前的专业 还有以之前的工作经验 我觉得这会帮助我加很多分 因为就是讲我的专业刚好就是经济与金融还有国际关系 所以我已经很了解就是整个经济系统 还有那个政治的那个运作 甚至政策要想去推广一个更好还是更新的政策 这些我都是知道的 了解 如果亚币的选民问Amanda说 你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或者是协助也好 你会怎么样来回应 其实相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最近啊 我就是去了不少的周房 然后一些全然麻生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压 就是压比市民他们很多关心的市民生课题 其实经济是其中之一 但是他们也是很关心好像 构旗的问题啊 电灯的问题啊 还有公共厕所的问题啊 因为公共厕所其实就是说KK 有一些地方 他应该要设立公共厕所 可是是没有的 好像今天早上我去那个 大业的那个巴萨去 就是跟那种小伴交流说 那种小伴就讲他们就是 摆几个小时的当 但是就是讲要上厕所又很难上厕所 但是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可以把他们的那个 就是公共厕所设立的话 再加上就是说 因为刚刚那个大业的巴萨 其实它是很大的那个空间 可是就是讲 它的档口就只有大概十档 但是如果在加营发展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可以怎么说 就是把那个档口 有可能再加多三十档这样子 然后就是说 不只是早上可以做这个巴萨 晚上也可以做夜市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其实就是有时候 雅比也是需要有很多 这种夜市的这种活动 因为有时候就是讲 也是需要一些文化交流 所以就是那种饮食的一些文化的 分享就会让雅比市民觉得 这个雅比市原来是这么有活力 然后又这么移居的城市 所以我希望就是 如果我有机会当选 五年后的雅比会变得不一样 了解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年轻的候选人 对于雅比的一些政见 或者是希望说能够为当地人 带来的一些帮助 我们接下来还有点时间 我们可不可以谈谈在明星党的部分 因为明星党这一次的话 其实不管是在西马还是东马 都有派蛮多的候选人来上阵的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明星党在东马 在西马的话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有影响力 或者是有作为 那么Amanda 毕竟你是明星党的候选人 那么当别人会抛出 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来去回应呢 其实对我来说 明星党去西马 就是一个蛮好的 一个就是怎么说 一个决定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马来西亚 现在它目前就很缺少 这种多元包容的文化 然后明星党去西马的原因 就是只是想让马来西亚人重温 就是以前刚独立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让大家很像 不管华人啊 马来人 印度人都能够和睦相处 然后就是可以怎么说 就是全部人都可以 就是在可能同个餐厅这样子聊天啊 吃饭啊 因为现在就是很像在沙巴来讲 就是其实马来人 他们都不介意去那种 不是哈拉的那种餐厅吃饭 可是在西马就不同 就是他们有些马来人 他们就讲一定要去哈拉的餐厅这样子的 但是对我来讲这个其实也还好 但是就是重点就是说 其实很多那种政治联盟 好像那个国阵啊 国务门啊还有西门 甚至这三个联盟 你会发现他们讲 他们要多元要包容 但是你会发现国阵就是 是马来为主的政党 然后国务门也是马来为主 西门看起来是很多元 但是你会看到 新东党它是哈拉为主的政党 然后东政党 它虽然是有很多不同种族 但是它也是马来的为主 然后阿玛纳的呢 它也是马来的为主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就是 现在就是在整个马来西亚的那个政治局势 你会发现到只有明星 但是它是真正可以做多元的这个东西的 因为很像就是 纳图斯伊夏菲伊他作为主席 然后如果是很像副主席的话 他就就是让不同的种族 就是华人啊 马来人啊还有嘎达山这样子 就是做他的那个就是富含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蛮难的 因为就是不是很多政党他们可以做到这样子 然后就是不是很多就是不是很多政党像明星党这样 就是不管什么活动啊 你都会看到就是那个多元种族的那个成分在那边 就是其实就是我每次去走坊活动啊还是去雪拉拉 就不管是去哈拉还是南哈拉的城堂都好 都是一定会有不同种族存在的 就是华人啊马来人啊 呃哈达山人啊 印度人也是有 印度人在沙巴会比较少啦 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就是 这是沙巴美丽的地方 然后西马的话其实就是虽然 明星党之一年我发现就是我的一些西马朋友 他们也是开始接受明星党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明星党他就是要 呃重温就是以前马来西亚港独一的时代 然后就是呃让马来西亚能在走向开明 在走向多元的路线 所以就是其实对西马朋友来说他们也是有另外一个选择 因为很像其实国门国政跟西门哦 对很多西马朋友来讲 他们都会觉得他们都是烂苹果 可是明星党进来的时候 我的西马朋友就讲现在就是很 呃interesting 因为就是西门至少可以成为他们的替代选择 然后他们也开始觉得东马也是很重要 就是尤其是沙巴跟沙月 因为他们觉得就是现在呃马来西亚一党就是不能一党独大的情况下 嗯嗯 变到那个国政国门还是西门 他们都要看沙巴沙月呃来就是组成那个联合政府了 所以就是这一次第15届大选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这样 因为是那个政党它现在变得很多 然后呃现在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呃就是竞选的议席啊也是至少是 四脚单啊五脚单就像我这样的就是五脚单就还蛮多的 了解我刚才可以从amenda的分享当中可以知道amenda她强调的是一种呃就是说政党 那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amenda的是因为谈到现在哦因为我们竞选期已经快要结束了 最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的讯息想要和观众来去提到了吗 啊短短的因为刚才我们其实有提到了你的证件有提到了你对于明星党的一些想法最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关键的讯息想要跟大家来去做分享的短短的嗯 好的嗯如果你想要就是打招就是如果你想要亚比就是变成就是一个呃全球化城市你可以就是投我amenda一票 因为我会让你们就是想象不同的亚比让我们一起重启沙巴梦亚比让我们一起尽我们的责任在11月19号投票因为你的一票将会决定沙巴的未来甚至马来西亚的未来谢谢大家 OK今天非常感谢amenda的分享哦从刚才跟amenda的短短的交流当中我们可以比较能够了解说amenda 的一些想法以及希望说可以为亚比的当地人带来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发展的今天非常感谢amenda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去分享以及本身的一个想法我们从这个访问当中能够更加了解一个29岁年轻的候选员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呢也是希望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带给当地的人的今天非常感谢amenda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也祝福你顺顺利利的好不好 不会不会不会 非常感谢amenda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哦然后更多有关于这个大选的一些进展啦或者是相信的话呢 记得持续的守住我们的平台我们将会在每天晚上的八点半然后这个选拔马来像这样的一个直播节目呢 带给大家更多一些资讯内容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再会了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